万历十五年,复录四,皇帝只是个牌位,作者翠存,朗读者陈颂无声,皇帝只是个牌位。 我在抄妇录衣时,觉得很有意思,那文章是谁写的,很传神,皇帝那个作为作福的样子,放不下架子,事事也不顺心,有时还有点胡搅蛮缠的味道。 幸亏那位升格老左推右挡很有功夫,一桩桩一件件都被他磨了过来,皇帝外强中干实在是苦闷的,而作为首辅似乎也很需要有嘴皮上的功夫,往往先恭维,而后又找出使皇帝就范的理由。 但处在这个职位上,真需很大耐心才能取巧,要熟悉阴阳之术。 这些实录是怎么录下来的,当时有没有录音机,是否皇帝每日起居活动,均有专人为之记录,而又如何衔接于后代,以后有时间,给我谈谈,怪不得这些书籍使你入迷。 执笔的是些什么人,我真想象不出那情景,在紧张的气氛中,此能留下传神之笔,事后这些先生们再在一起追忆,又哪能客观? 我们这个神奇的帝国也真复杂,竟留下这些浩瀚琐碎的记录,日后让人埋首顾旧指堆而忠诚学问。 皇帝只是活在一个虚无缥缈,自我陶醉的境界里,他是天之子,拥有四海,这含义本身就值得深思。 他既富有得无所不包,为何还有收贿赂之说? 他的权力不赐于天,为何自己的老岳父还要找外快,不官奉执不足? 他拥有三宫六院,无限的女人,但连由一个心爱的妻子,骨肉质感的儿子所组成的家庭却也没有。 这一切背于长情的生活,难道就是做天子的幸福吗? 他住在深宫,基本与世隔绝,那些大报告如星成,小报告如密探来的市井消息,又有多少代表性和可靠性。 何况他总得高高在上,要以圣德明智来显示着不同之处,就很难发挥的恰到好处。 他明明被书成气得吹胡子瞪眼睛,最后还把自己架空在圣夺的圈圈里,这不也是阿Q精神吗? 他富有四海之财,吃穿用,以及医药等必然是时代之精华,但这毕竟与四海之财相比,耗费太有限了。 人既不能长生不死,生命均有近期,贵为天子,到底也不能向天之永恒。 这一点和常人是毫无例外的,他应该从这规律中得到醒悟。 他只好早掘坟墓,早料后事,在活着的时候就准备着死,这活又有什么意思? 那大量的人力财富都投入他葬身之地,也只是显示他暂时拥有财富支配权。 也好,四百年后,让人们走进那已不再神秘的地宫,多少可以抒发丝骨之忧情? 金冠玉士尚在,僵尸骸骨何存? 皇帝可以随便血口喷人,可以说仗则就仗则,说充军就充军,他的天语伦音确实是具有权威性的。 但是,在旧犯服输的时候,言语倒也简练得很,只说知道了就行。 要是首府还继续展开他的特技,喋喋不休,已是改守为公的阶段了。 皇帝无可奈何,就指得请他走,大概这一天就算下班了吧。 皇帝是天之子,他的聪明才智,其橙色归于天赋,无可选择。 唯有首府之流,倒真的有点本事才行。 在政治舞台上,幕后比幕前在忠心意义上更为重要。 皇帝只是个牌位,称姑道寡,开口是朕,闭口是朕,他的精神警戒究竟如何,是非凡人所可理喻。 而那些臣民,他们的作为倒可以长情夺之,较好理解。 例如深时情,我看他是典型南方人,细密冷静,脾气很好,当然也是政治的需要,但活到八十岁左右,足见他应付生活的能力很强。 以上是由于我抄了一遍附路一,随便谈点感想。 这书宛如国内所评,宛如作者坐在对面娓娓而谈,大故事里套出一些小故事,发人深思。 而我坐在与你地球相反之策,抄路之余,谈点无题漫画,你一定也会理解我这种闲来之笔吧。 翠存 1984年3月18日 篇名为编者所加,文中傅禄一,即本书中,神宗实录二。 1984年3月28日,黄仁宇先生至编辑部的信中说,舍妹在抄完附路之后,又写下了她的感想。 因为这随笔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意象,所以我也置抄本如附件。 一方面也可以表示这附路的重要,这文字把中国传统制度的弱点全部暴露。